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每种药物都有您需要遵守的具体指示 本培训将提供您有关在给药时应该牢记在心的关键原则 外用药可分为以下多种剂型 包括乳霜 乳液 凝胶 药膏 或是喷雾 涂抹外用药通常并不复杂 但是遵照以下原则可确保您能够安全地给药 以下情况您应该戴上手套 或是儿童需要上药的皮肤部位 有隔伤 戒旋 或破损 如果您的皮肤不应该与药物接触 如果您戴上手套会感觉到更安心 或如果您会接触到体液 例如垂液或鼻水 在涂抹乳霜 凝胶 或药膏时 请将药物挤到您的手上 然后用另一只手涂抹药物 不要将药管直接放在儿童的皮肤上挤药 如此 有助于维持药物容器的清洁 并且确保您不会在儿童皮肤上挤出太多药物 将药物均匀地涂抹在儿童的皮肤上 如需涂抹更多的药物 请先更换手套 再将药物挤在干净的手套上 外用药物也可能是喷剂的形式 屏上的使用指示应该会说明 在喷雾时应与儿童保持的距离 您也可能需要在皮肤上贴上药布 药布是贴在儿童的皮肤上 让儿童的身体可以逐渐吸收药物 药布的肤贴时间长短不一 因此请必须确定是由您还是由家长负责私下药布 即使药布是贴在皮肤上 仍然有一些不同的贴肤原则需要遵守 使用防水笔直接在药布上写下日期与时间 这样可以告知其他人肤贴的药布时间 如此可方便您以外的其他人代劳将药布私下 选择敷贴新药布的位置 必须选择没有任何隔伤或者皮肤破损的部位 除非有另外指示 否则请勿重复贴在同一部位上 使用肥皂和清水清洁儿童皮肤 然后轻拍皮肤使其干燥 如果需要请戴上手套 不同药布可能会有不同的敷贴方式 因此请勿必须遵照书面指示 如果儿童将药布私下或是药布脱落 请勿必须遵照指示处理 即使药布是由家长或其他工作人员贴上 您可能还是要负责将它私下 因此请遵照这些准则 为避免接触到药物 在私下旧的药布时 请戴上手套 除非另有指示 否则请将残留的药物洗净 正确的做法是 使用脏手套将用过的药布卷起 然后丢弃 以免其他人会接触到 给儿童喂药最常见的方式是 喂口服药 例如药定 药片 药丸 药水 口容定 口容剂 或是涂抹在口内牙齦上的药物 但无论给予的口服药物 种类为何 还是有一些原则 需要遵守 确保能够以安全的方式给药 如果您需要从瓶子中取出药片 药丸 胶囊 或是口容液 请避免徒手接触药物 应该将需要的数量 倒在容器的瓶盖里 然后再倒入小杯子里 如果您倒出的数量太多 请将多出的数量倒回瓶子中 但是不要接触药物 即使药瓶没有经过消毒处理 但仍有助于避免药物细菌感染 在给药时戴上手套 为您自己和儿童提供保护 是否需要戴手套 取决于备药方式 以及您在给药时 是否会接触到任何体液 除非有获得指示 否则绝对不要将药片或胶囊 磨碎或切割 这样做可能会改变药物的效应 或者如果药物有防护层的话 这么做可能会对儿童造成伤害 如果只是告诉您将药物磨碎 或是喷洒上去 请将药物加入到少量的食物中 这种方式可以确保儿童可以服下 并且获得完整的剂量 请勿必须检查包装指示 了解是否有特定类型的食物 不能与药物并服 如果儿童需要吞服药物 请检查儿童的口中和舌下 确认儿童确实将要吞下 许多经口给药的药物 也可采用药水形式 儿童给药经常是用药水形式提供 由于药水可以根据儿童的年龄 与体重调整剂量 这样儿童可以轻松地服用 给予口服药水时 请特别留意测量正确剂量的方式 在测量药水时 请勿必须使用药物随附的工具 或是由家长提供的工具 如果测量工具与药物容器分开放置 请勿必须确定工具有标示儿童的姓名 请记住 给药工具上的测量单位 必须与儿童的药物同意书上的资讯 完全一致 不可将剂量换算成不同的测量单位 因为这样非常可能会出错 如果只是著名的药量为一茶勺 但是工具的测量单位只有CC 或是毫升 您可能需要使用附有茶勺标示的新工具才能开始给药 若要在工具上用笔标示正确的剂量 请务必标示在测量线旁边 而不要在测量线旁边 除了遵照包装指示以外 在测量任何药水时 请将以下准则牢记在新 从药局标签另一侧将药水从药瓶倒出 以免标签上沾上任何药物 为确保您倒出的正确的药量 在测量时请使用液体区率的最低点 而不要只看瓶子的边缘 如果倒在药杯或者粮食的液体太多 请将多余的药物倒入另一个干净的一次性杯中 您现在可以使用第二个杯子 添加或减少液体 直到达到正确的剂量为止 除非另有指示 否则您可以将多余的药物倒回原始的容器内 如果有使用药杯 在倒出药物之后 请将杯子放置在平坦的表面 眼睛平湿确认药量 如果使用的是两勺 眼睛平湿确认药量 请将粘在两勺外侧或边缘上的多余药物擦掉 确认给药剂量正确无误 即使是残留在外部的少量药物 都会有可能对剂量产生极大的改变 在给药之后 请将少许的水倒在杯中或是汤勺里 以收集可能残留的任何药物 让儿童将此液体喝下 如果家长给您口服药的注射器 请检查它是否有保护盖 如果有请务必取下并且丢弃 确保它不会给儿童造成窒息危险 在您开始之前 请务必将注射器的注塞 推到底 若药瓶装有转接头 请将注射器塞入转接头中 然后将注射器的注栓拉起 直到抽出正确的剂量 小心地将药瓶向上旋转 然后再取出注射器 以免药物露出 若药瓶没有附 转接头 请将少量药物倒入干净的一次性杯中 将注射器的尖端插入药水中 然后将注塞拉起 以抽取药物 注塞的顶端 必须与注射器上 标示正确剂量的线保持水平 您需要确保注射器尖端 充满了需要给予的药物 以便确定剂量正确 注射器中不应该有任何气泡 如果您需要移除气泡 请旋转注射器 让尖端指向天花板 然后清击注射器 将气泡移至顶端 轻轻推动 拴住 以去除气泡 再次用眼睛 再次用眼睛平视检查注射器 确保剂量完全正确无误 请擦掉注射器 使用过的所有给药工具 因为橡胶可能会分解 或是测量标记可能会磨损 造成无法阅读 切勿将口服药注射器 放入洗碗机内 因为橡胶可能会分解 或是测量标记可能磨损 造成无法阅读 您的训练人员将给您时间 练习涂抹外用药物 以及练习胃口服药物 练习胃口服药物